我们做单组样本的估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估计说 它有可能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分布 这个其实通常在我们课本没有这样做 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分布检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平均值的点估计、区间估计 我们可以做变异数的点估计、区间估计 那我们可以做几率的就是那个比例 比例就是具有某种属性的比例有多少 那种比例的检定 点估计或区间估计 那各种分布参数的点估计、区间估计 这都有可能 那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范围 就是区间估计的意思 那再来平均值的估计主要是因为 因为中央极限定理 所以我们可以做平均值的估计 因为中央极限定理告诉我们 样本数够多的时候 它就趋近于常态分配 OK 那如果样本数够多 它趋近于常态分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标准的常态来做检定 那所以我们在检定平均值的时候 像这边 信带区间这个我们之前都看过 那信带区间其实像最后是这个公式 Z二分之α 跟它二分之σ 那一个是Z二分之一 1减二分之α 跟它二分之σ 这是它的信带区间 那如果是变异数位置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用提分部来检定 那比例的检定呢 它其实只是 只是上面这个平均值 检定的一种特例而已 那这个特例就是 你把它的平均值 变异数算出来带进公司就可以了 所以它最后公司会变这样 那变异数的检定呢 就牵涉到样本变异数 你用样本变异数去估计啊 检定 那所以会有一个s存在 那信带区间这些我们也之前都看过了 那所以我们上次之前不是有写一个 min.range这个函数吗 就是有请各位写作业 还记得吗 那那个作业我们会考 就是公式跟函数的对应关系 我们函数写得非常简单 像那个我参考别的书 它写的都比较复杂 所以应该比较容易看 那另外这里 range2这是母体变异数位置的情况 所以这个应该各位对得上 再来的话呢 是变异数的区间检定 那这个也是区间的估计 其实所谓的检定就是 跟所谓区间估计其实是 差不多一个意思 当你所检定的是一组样本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区间估计 但是当你检定的是两组样本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检定 所以我们通常所指的 区间估计跟检定 其实有一些重叠 那如果你觉得 为什么有时候我讲区间估计 有时候讲检定 那不要误会 其实它在单一组样本的时候 其实是几乎是同一件事 那当然我们用显著性检定就不一样 但是用区间估计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检定的一种 它检定说 是不是在这95%现在区间之内 那再来这些都是 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范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检定 上里 这里 那这里呢 我来看 如果我做两组样本检定的时候 那我就会给两组样本 我应该先讲一组样本 稍等 我记得我写一组样本 等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一组样本 好 一组样本的检定是这样 好 我们有右尾检定 左尾检定 双尾检定 这个之前讲过 而且课本的 课本的那个 那个 右尾检定的部分 有不一致 跟后面的表格不一致 这我们上次有讲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阿轮体刨的状况 我们要做平均数的检定 OK 那我这边呢 好 看一下 我随便弄了一个25个样本的 的 的 的集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 SD 就是 标准差 计算它的标准差 那我们可以计算它的 平均数 OK 这都很简单 你用手算 你可以 但是接下来 我们要做 Test 这个就是检定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 检定有像这样 你看到说 OK 它这边写 T等于3.399 OK DF等于24 这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样本有25个 所以DF是样本减1 所以是24 但是接下来 这一个PValue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上礼拜 我们没有 没有想清楚 觉得课本 好像里面 有一些 就是我们没有 没有讲到的部分 好 那这个PValue 就是显著性水准 也就是你看到的 8-22页的显著性 简定里面 所谓的 临界水准 或描述性 显著水准 或P值 所以它这边 直接写PValue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显著性水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会看到 这里 0.023 6-3 它代表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的那个 两个尾巴截掉的 那个部分 假设我今天一直算 算到 算到 算到这组 这组样本的 平均值的弱点 算到那个 平均值的点的时候 它的那个积分 到底是积到 面积 占面积的 百分之多少 那它现在 这个PValue 代表说我 占的面积 是百分之 百分之 零 百分之 这个算什么 百分之零点二 对不对 百分之零点二 所以很低啊 比百分之五低多了 ok 所以 所以 它是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的 就是 它 根本就落在外面 来 了解 什么意思吗 你注意看 我的命值用多少 五 命值是什么 命值不就是那个平均数吗 对不对 好 现在我说 它的μ是4.5 我现在这里说 μ是4.5 然后他就说 不对 你 你如果μ是4.5的话 是已经 已经落在 我们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外 了解这个意思吗 μ就是那个母体平均数 母体平均数 应该是五嘛 那我们现在用4.5去做 简定 我说 如果它是4.5 那对不对呢 也就是这里 是一个 有一个H0 这个H0是 μ等于4.5 那我们去检定的时候 它对不对呢 你看这个检定结果就知道 我们的检定 强烈的认为它不对 OK 为什么强烈的认为它不对 因为它显著水准只有0.2% 也就是0.002 所以 它认为很不对 那我再检定一次 我再检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 我用5.0去检定 你看这我命是5 OK 那我用5.0去检定 它会不会认为是错呢 OK 它说 OK 你看 0.035 所以它还在3% 其实 如果以95%信在区间的话 它还是会被 被检定出来 认为说 诶 这不太合理 这一个例子可能 对对对 不对不对不对 你这样讲就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一开始设定的平均数是5 但是请注意RNone是做什么事 RNone是取随机样本 所以呢 你每100次的时候 大概 会有5次是在外面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它就是那5次的话 那 刚刚这个看起来就像那5次 了解吧 OK 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来 我来说明一下 我用黑板 我开判就是 那5次的